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些课咱们继续来学习OC的漫射材质 我还是先调出来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的话我就还选卡通类型的吧 我看一下 好像那个路径丢失了 那我就还用默认的这个吧 这次呢可以换一个 换一个恐龙吧 好 它这里面还有个眼睛啊 咱们直接不需要给它直接选择这个滚轮键 然后鼠标右键 连接对象加删除 让它变成一个整体 好 然后呢咱们给它一个漫射材质 复役给它 同样给它一个地面 然后给它一个环境 HDR 为什么不用太阳呢 因为那个太阳的环境比较少嘛 所以说我觉得HDR会展现这个材质更好看一些 OK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剩下的属性 好 先给它一个颜色吧 给它一个绿恐龙 上次呢咱们把这个置换 还有上面一些都说了 然后下面这个透明来看一下 第一个透明度呢就是 它主要是黑白关系来控制 比如说你把这个颜色你改成一个蓝色 你看它只是一个半透明 并没有说有这个蓝色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黑白来控制 白的话呢就是让它变成一个不透的颜色 如果你要改成深黑色 对吧它就变透明了 那灰色呢就是一个半透明的状态 对不对 你这样去理解 白色是保留它原有的颜色 黑色就一个透明的状态 如果你给纯黑的话呢它识别不出来 就是一个不透的状态 所以说这两个我们不用给极端 就是稍微回去一点就可以 你看就这个意思 好 改成默认 然后这里那个纹理 就是你可以给它加载一个图像 比如说我用一个造波 好 然后这个造波呢 我这个修剪和对比给它强一些 然后这个对比度也给强烈一些 OK 然后缩放的话给大一点吧 可以让它这个修剪和对比再强一些 那你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这个黑色区域就完全透明了 白色区域就保留了下来 就这个意思 你看 那这个东西你还是可以这样去做动画的 这样的一个消失的动画 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非常有意思 好 那这个就可以模拟它有那个透明的材质 有个地方保留有的不保留 可以通过这个黑白贴图来控制 好 给它清除掉 下面呢 来看一下这个传递 这个在漫射材质用的比较少 但是它可以模拟一些特殊的效果 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我这里给它一个黄色吧 这样的黄色 好 它现在是不是有点像那个3S材质的效果 就一个那种咱们小时候玩那种 像那种什么塑料玩具之类的这种东西 可以给它增加一点浮电 好 那这个主要你需要给它打一盏光啊 这样去 我打了一个目标灯光 这个样子 OK 然后咱们把这个灯光呢 强度稍微降低一点 然后摄像机可见性给它关掉 OK 你就可以这样来模拟它的一个 传递半透光的效果 再换个其他颜色 对吧 比如这种蓝色啊等等的 刷新一下 它里面就会透出这种感觉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 透明度啊 稍微降低一点 这样一点点透明度 看到没有 这个效果它就出来了 这个 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了 就稍微一点 它透光这个地方就会冒出这种紫色 或者说你给它一个黄色 这个意思 那像这样就可以做那种 3S的效果对吧 虽然说 这个方式呢 它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咱们常规的操作 但是它也可以模拟 那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的速度呀 比咱们正常渲染那个3S要快很多 就是这个漫射 比这个镜面渲染3S 这种方法要快很多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好 剩下这个发光呢 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个发光就咱们前面都说了很多次了 然后传递呢 它也是可以去给它加载一些贴图的 比如这种造波贴图 非常有意思 好 咱们给它清除掉 然后咱们下面 下节课呢 再说一下这个媒介 还有其他这些东西的作用 好 那么这个文件呢 我也会发给大家 好处 好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